拖樑的仆街公司和判头是有没有那么容易被工人玩到呢? 最后哪个罪伤呢?工人有没有本事出了那些粮呢? 很简单,见到戒牵身的很多原因,我自己都是异判来的,所以我很知道原因的 第一个大原因就是大判不给钱,无论合约多清晰到大判都会想方法是不给的 原因就是因为大判亏钱,他明明在合约里面要给金旗粮,要给你千万,可能他只是给七百万 他就让你自己掩钱,顶钱出来,因为在他来说,他的策略就是,你掩钱出来就没那么兇了 因为你跟我反面的话,你掩的钱出来就很难拿回,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以为大判,大判是顶钱的,其实不是的,在二判才是最顶钱的那个是阶层来的 由大判,二判,三判,四判,由二判留下的那些都不会给你拖粮的 即是说,你一拖的话,下面就会吵的了,通常都是二判,就算大判不给钱,二判也会引钱出来的 而跟着呢,大判和二判之间的约,你开工呢,其实要顶数个月,三至五个月的钱 才收到第一期粮的,即是永远呢,其实你呢,都是拿四五个月之前的钱的 那你永远要顶了,是三个多月的钱在这里的,所以呢,大判就利用这件事浸住的判头 让判头没得恶,而判头,即是二判,很多时候就要按物业,去顶钱 当大判一不给钱,他就会很惨的了,而下面三四五判呢,通常就不会给你拖粮 即是不会给你拖粮,好了,为什么工人会出不了粮呢? 有时三四五判就会说大话的,譬如明明已经给了,出了粮给他的了 但他就会保持一份粮,而不给工人,或者不给了工人 也都有二判都这样做的,就是签底面的阴阳合约 这个香港政府到现在,都是只眼开,只眼闭的,阴阳合约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本身是钉板的,人工是二千六元的,但他签约是千三千五千四千六 接着出粮的时候,正式的银行出,就出这个合约的低数给他,阴阳的数给他 阳的合约中间是差额,比如他二千六元,即是出一千六元给你 每一工人还差一千元的,就会不在这个出粮的界限那里出,就可能隔一个月才把底给你 给你一个差额,即是说你明明这个月翻二十六工,每一工 就是二十工,每一工是二千六元,你有五万二元人工 减了强积金之后,你也有四万九元人工左右 好了,当你的人工就是你的人工数了,但他就不会给你 他就会跟着合约,签约合约里面是签一千六,签一千五 接着就照给你三万多元,欠你一万多两万元,他就可能下个月 或者后个月才给你,这个就是建築界很常出现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中国建筑在这个3310合约,得行这件事件上面 是可以这么说,是反映到中间的问题出来了,就因为他在七月八月 都是出了打底这个阴合约的一个打底,阳合约里面的差额 是未出的,但是当你欠身的时候,拖长超过两个月,大判就会说 我只是根据合约,根据这个法律,只需要承担你六十日内的欠身 也就是说,你六十日内的话,不关我事,我是不会给的 因为这样,如果你想想,大判如果出粮给判头是出不足的 接着就一个玩,一个回头就说,去炒了那个三沙,四沙,五沙 这个疑判留在这里,跟着疑判大判就说,我无辜,我需要粮给他了 我现在炒了他,禁止了他,因为他比不好,他的欠身就不关我事 我现在仍然是好人,但是如果本身你出不足粮给这些三四五沙 接着去到工程差不多,就炒了别人,禁止他们的合约,不让他们转入地盘 然后回头,我还做好人,你现在拖了五个月粮,我给你两个月了 那三个月你自己找回你的雇主了,我就没办法帮你了 因为法律是没有要我去这样负担的 这样做,大判或者二判就省了工程费 没有捉工程费给三四五判 现在中国建筑在机场3310得行这件事件上面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希望中国建筑尽快解决这些欠身问题,不要再拖了 以前工人帮判头老板找到钱的,现在工人只会帮老板烧钱 因为回来都不太做事,站在那里有二千多元的了 老板不说了,不行了,一点责任都没有 整班职场文化打工恶的雇主,狮子山下精神没有了很久 你觉得很正确,做判头有一个很大的痛苦 以前的判头工人很好,同搭同煲的,有工一齐齐开 没有现在那一班这样的,有一部分也好,坦白说 譬如福建又或者潮州,他们会是比较团结一些的 他们通常是讲兄弟班的,但是如果现在新的班 可能有多些年轻工人,读书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益 未必那么容易就犯的,但是如果上班,譬如你周刑二千多元工 但是做不到二千多元工作,你有什么判头呢 死得了,一定是亏钱的了,再加上他先顶钱 回到上面,大判又不给他钱,所以现在建筑的情况 很多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加上整体来说 大判你欠这些合约的时候是根本不够的,最简单 就是说当然出足粮的,没有人有这个声音的 甚至是哪个二判,哪个三判不知道,现在工人的生产力低 他知道生产力低了,他知道每一个单位的工作 是需要多些钱做的,他下标其实应该可以下准些的 他看得很准的,他知道市场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都出现问题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你一落得对价,就是中不了标,你一定要便宜过 这个本身的一个标价,即是本身的合理价,你才能中标 大判也是这样,二判也是这样,所以导致最终 几乎每个项目都出问题,我很久之前已经说了 今年年底一定出问题的,现在不断每个星期都有四五六单 这一个比较是中大规模,即是十几二十人以上的欠伸情况 报纸报道都不是全部都能报道到的,可能只是报道中间 比较多人出现欠伸的一个情况,如果记者认不到相片 他都不报的了,这个希望这件事可以解决到,政府就说 已经立法了,准备了,不可以欠伸,有一个制度 就是伊朗和世界大战这件事,我很少说世界大战 甚至有人如果说的话,说有战争的话,我一般都认为不会 但是今时今日,去到现在开始,即是说 由10月10日开始,打后大概到年底,情况真的 是挺危机的,挺危险的,即是说在2024年,由现在开始 去到2024年的圣诞,我认为是真的有一个比较大的战争风险 世界大战,World War,我们已经发生了一次两次了,再发生了第三次了 一般就是在很多的一个,可能在军事上,又或者历史上的研究 都会认为世界大战有一些共通点的,共通点就是第一,有两个 大集团,或者是两个大国家参与,而两个大国家参与 它两个国家通常都有核武的,或者通常都是世界上 在军事上有领先的状态,而第一,它就会有一个 是启动的状态,当它两个冲突的话,其他国家可能 会因为是归了边,而出现了冲突,所以出现了 是世界上多地方的一个冲突的源头,这个就是世界大战 现在如果说世界大战第二次已经完结了,完结到现在 已经79年了,1945年到现在79年,接下来就89年了 即是说二次大战之后和平已经79年了,在79年里面 似乎是重重欲动了,世界上出现了五个地方 是有一个冲突或是冲突扩大的风险的,这个冲突扩大风险当中 都是牵涉到一至两个是世界最顶尖的大国,就是美国和俄罗斯 甚至乎是有中国份,好了,这五个地方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已经打仗超过两年的俄乌战争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现在俄乌战争 其实已经很明显,是俄罗斯和北约的一个代理战 俄罗斯是请了包括车臣,包括杜蓉兵 而北约也都,乌克兰也都用了很多北约的武器 北约的军事情报,北约的战略,战术 这个某个程度上在乌克兰国土上打的仗就是俄军和北约的对壘 当如果是这个乌克兰或者北约或者美国 容许乌克兰用北约供应给乌克兰或者美国供应给乌克兰的导弹 去长程攻击俄罗斯一些非军事设施的话 这件事是可以发展得非常之快 俄罗斯已经改变了它动用核武很多次的一个政策 最近也刚刚改变了不够一个月 如果是有这个北约武器参与攻击俄罗斯 俄罗斯将会看成是可以动用首先动用核武的一个战略 或者战术的,这个值得注意 这个是很大的风险 不要大家想着和乌的战争现在剩下来只不过报道少了 第二个风险非常高的就是中东 中东包括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冲突 现在以色列是在打伊朗的一些手手脚脚的 包括这个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包括这个在加沙地带的哈马斯 也包括了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 好了,伊朗也报复了 好了,报复完之后 接着就是以色列会怎么报复呢?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的一个总理内坦尼尔胡 是基本上互相拍台的了 内坦尼尔胡也不管那么多了 内坦尼尔胡的心里面是包括他希望赢得到伊朗 是不单止哈马斯 现在是乘机剷除了真主党 可能也剷除了胡塞武装 让伊朗爪爪爪爪爪爪爪,两个爪都烂了 因为在南边包括哈马斯 再南一些爪爪爪另一端就是胡塞武装 在北边有这一个就是包括最主要的 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是抓住了以色列,如果打爛了这三只抓,跟着伊朗相对来说和以色列的1500公里的距离是一个比较对以色列安全保障大的范围 好了,这件事会不会因为伊朗在10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181支导弹,而结果以色列将要巨压地还击,而还击令伊朗更加大地去还击以色列 这件事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10月5号,上个星期六大家要记住,暂时还没有一个更新或者比较科学的资讯 资讯是这样的,在10月5号星期六在伊朗在德克兰的东南部,东南偏东的地方,大概100公里左右 好了,有一个叫阿拉登的地方,阿拉登,A-R-A-D-A-N,阿拉登这个地方发生了黎克特制 4.5级左右的地震,这个地震是浅层地震,探测到的深度大概是10至12公里,是浅层地震 然后很多人估计,因为之前在2019年,在美国有一个研究这个军事和核子的组织 他发表了一个报告,他也是指出,伊朗其实在阿拉登的地区附近,是有地底核设施,这个地底核设施的深度大概是10公里左右 原来伊朗是将核设施起到很深的,如果轰炸的时候就很难炸烂它,不是完全炸不烂,有些地埔炸弹都有机会的 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他认为核设施是在地底深处是难找难监测,卫星也难监测到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因为是地底,浅层地底是进行核设施,接着核辅射应该会量度到的 但是暂时就没有这一方面的特别数据,暂时就知道在星期六,即是说10月5号 在阿拉丹的地方是发生了尼克特制4.5级的地震 这个地震在欧洲,在美国也颇多人认为可能有机会是伊朗进行了,成功进行了核设施 也都说伊朗其实做了第一粒的核子弹或者原子弹出来了 也都可能伊朗本身还做了几粒 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是攻击伊朗的话,伊朗可能真的请以色列吃核弹 或者弄个勘装蛋给他享受 好了,以色列也是一个摆到明拥有核武的国家 也就是说如果说世界大战跟俄乌这个战争差不多了 俄罗斯和北约里面的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有核弹 就是两个核子国家或者两组核子国家的对侣 如果伊朗和以色列对侣的话 其实都是核子国家或者准核子国家的对侣 也可以看成是世界大战的 好了,中东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地区也是发生了 还有两组三个地区也是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事件 好了,其中一个就是未来越来越升温的,似乎是朝鲜半岛的 北韩是不断在挑起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的 刚刚北韩昨天就要切断所有和南韩的道路的一个博通 就是说北韩和南韩之间是完全两个独立国家 是不再出现以前北韩的一个战略 就是说朝鲜半岛将要统一或者将要和平统一或者武力统一 要统一朝鲜半岛的看法不讲了 将北韩和南韩或者将朝鲜和韩国 视为两个独立而且是互不相干的国家 那他已经说了这个策略很久了 或者闯了这个战略很久了 昨天公布切断道路 那在前几天大概一个星期前 他又说北韩如果受到挑衅他会首先使用核武 这些会不会都是拉高了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的情况 会不会跟着因为拆枪走火 因为北韩的一个可能侵犯南韩的地区 或者去南韩的岛序枪击 而导致有一些拆枪走火的情况 这个相对风险是没有中东和没有俄乌那么大 但是也可能有一个是风险的 尤其是北韩现在供应着武器给俄罗斯的 好了北韩也是核子国家 所以某个程度上北韩和南韩之间 都是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况 好了另一个紧张的情况其实是台海 今天就是双十节 台湾的总统委领导人賴清德 讲了一个祖国论出来 大陆当然不喜欢 而大陆比较 賴清德讲明自己是务实台独的 什么叫务实台独呢 都要看他当选总统之后 上任之后 究竟有什么行为 暂时看他比蔡英文更加进取 蔡英文就会阴柔一点 都会守着自己的一个框框 但是似乎賴清德是把框框推出来的 不只是守着这么简单 不是说自己有框框 有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自己 不只是这样的 賴清德是希望把小小小小小的 他会主动讲这个祖国 祖国的演绎 他对对方是可以这么说的 你说辽交易也可以 你说去讨论也可以 好了 这个台海之间的一个冲突的潜力 或者台海之间 现在这么多 尤其是大陆的 北京的 或者是解放军的军机 是不断地飞近 或者是附近飞过台湾的一个区域 有这么多不同的军舰 是不断地在台海航行 这个是有机会造成擦枪走火 这个也是牵涉了 是包括承诺了 口头承诺了 或者某些是一些法案承诺了 是要协防台湾军事这个美国 也包括中国大陆 两个核子国家 会不会这里也是一个冲突的有机会的点 第五个有机会的 其实就是说这个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是对美国的稳定性 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也觉得已经看到转列了 本来贺锦丽代替了拜登选举 其实贺锦丽是一直领先特朗普的 尤其是电视辩论之后 特朗普是被公认 是个表现不够贺锦丽好的 而且是一个贺锦丽的一个领先优势 在全国平均的领先优势是明显的 但是幸好美国在这个 或者不要说幸运的字 好像帮了特朗普 应该说公平一点 持平一点 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 逐个州计选的人票 而选举人票大概就是人口 和州的一个经济力量 而分到的一个是不平均数来的 好了 贝加州的票就很多了 德萨斯州的票很多了 好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每个投选人 其实要主要在那个州 赢得到那个选举人票 那个选举票也不是按比例的 就是说不是你拿了六成的选票 就给百分之六十的一个选举人票来 是你赢1% 0.5% 赢10票算出来也好 都是全部选举人票给了你的 因为这样 所以很多个州 其实都很明显出现差距 是没有了摇摆 也不会出现是一个在他选举之后 是一个估计不到的结果 好了 两党候选人 包括贺锦丽和特朗普 其实现在差不多都挺均匀的 有七个州是摇摆州份 摇摆州份就是因为他两党 或者两个候选人的角力是比较持平的 大概都是48%和52%之间 那么相距的百分点 是很容易超越对方的 因为这些事件 好了 因为这样 所以这叫摇摆州份 就不是说那些选民是喜欢摇摆 而是他们真的势均力的很厉害 现在暂时摇摆州份当中 其实始终都是差一个 宾夕凡尼亚州 是比较不明显出现 是有一个候选人的优势 赫锦丽暂时领先特朗普 不够一个百分点 在这个民调的不差了三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在这个宾夕凡尼亚州 那他两位究竟哪个赢哪个输 是未知的 不知凡尼亚州有19票 而另一些州份 包括威斯康辛州 或者根州 赫锦丽的确领先得明显一些 但是在南部包括 北卡拉雷纳州 包括内华达州 特朗普领先得明显一些 计算这些严谓州份 如果没有大变 最后就是宾夕凡尼亚州 出现这个决定性的战果 一个州就等于总统选举赢 最终会不会是因为 一些比较争议性的赢出 而导致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一个 情况的状况 而导致美国相对 在政治上没有那么稳定 如果是的话 那你知道 现在包括俄罗斯和湖南之间 就是俄罗斯和北约 又包括伊朗和伊斯兰之间 还是冲突的一个 在冲突面的 直接冲突面的 而另外在南北韩 又或者在两岸 海洋两岸 都有一个比较紧张的情况 好了 如果万一一边 就是美国这个强国 它在政治上 是出现了不稳定 以及一些不可预计情况的话 会不会这样 就令到另一边 觉得有机可乘 好了 原来我们在世界上 在这79年的和平期里面 我们有五次 是几乎发生世界大战的 如果是 这次已经是第六次了 是几乎 就是说没有发生 但是几乎发生 这五次是哪五次呢 在1961年 是出现了柏林围场 当时是东西柏林之间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对视 如果当时衝突的话 那有可能会引起 美俄 不 美俄 美俄 美俄和俄联两个 是核子国家 在冷战当中 是非常激烈的核子国家的冲突 去到1962年 那个冲突面 第二次就不在德国的柏林了 就去了古巴 古巴G1登陆 失败之后 那苏联在古巴 是安子的导弹 導彈射到美國,可以覆蓋到美國,美國就很緊張 所以這就形成了古巴導彈危機 雖然當時美國就這麼划算,跟蘇聯提供 它也可以撤走在土耳其的導彈 因為土耳其的導彈也是向著俄羅斯的,向著蘇聯的 好了,但結果幾乎是衝突的 好了,接著到了1965年,就發生了蘇聯軍隊 蘇聯一個軍官在越南被通緝這件事件 蘇聯軍官被通緝,捉到交出來 這形成了美蘇在越南另一個直接衝突 就是說只是美蘇在1961年,去1962年,1965年這個冷戰的高峰期 分別柏林,分別古巴,和分別越南都幾乎埋牙了 如果三次一埋牙,都可以視為世界大戰的一個是開始 好了,這三個結果都沒有事情發生,都是過得的 不過最害怕最害怕最緊張的一次,就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接著到了1973年,是發生了另一件事件 那件事件就是中東的一個衝突 戰爭完結之後,埃及就不是很順氣 所以埃及就是報復,突然突襲以色列 最初是成功的,最初是埃及占了優勢 但是以色列慢慢慢慢就受到包括來自美國的支持 反攻到埃及,去到那個情況之後 俄羅斯當時的蘇聯是想插手,是想派軍去到中東 當時的中東其實除了中東國家之外,就是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勢力 蘇聯當時是未插入中東的,所以蘇聯如果將軍隊派到中東 都會形成立刻的一個,不是以色列和埃及之間 也不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間 而是它上面兩個勢力,包括北約和蘇聯之間的對決 幸好結果也沒有事發生 好了,接著到了1983年,是第五次幾乎世界大戰 那次大戰就是在北約和北約當中的美國和歐洲 有一次進行一個軍事演習 軍事演習是Wall Game,即是對壢形式 基本上是北約和蘇聯之間的對壢 一個就是對決,一個對決 結果主要是測試在北約當中,美國和歐洲之間的溝通 究竟是否有效的 好了,但是這個對壢形式的一個對壢形式的演習 是被俄羅斯完全掌握了他們的通訊 這個對壢的對壢,背景就是一個準備發動核戰的對壢 結果俄羅斯當時是懷疑誤判了 相信北約將會首先對俄羅斯進行核攻擊 所以俄羅斯接著很快就有反應 而當時北約的一個包括一些spy 即是一些間諜或者情報 知道了俄羅斯誤會了 幸好是這樣才是勤使這件事 否則俄羅斯以為北約這些溝通是真的話 以為北約真的準備打俄羅斯 當然有說俄羅斯 準備打當時不是俄羅斯,當時叫做蘇聯 蘇聯可能首先攻擊北約 這個是幾乎發生的拆槍走火事件 這五次在世界上比較供應系 是最接近世界大戰的五次事件 當然古巴危機 古巴導彈危機是非常接近的 其他幾次是遙遠少少的 但是都是國際裏面是比較認為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這79年和平期裏面 是五次有機會去到世界大戰的邊緣 是貧臨世界大戰或者叫做 分別是1961、62、65、73和83年 現在到了2024年 會不會在和平80周年之前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五個區域 包括俄烏、以色列和伊朗、以色列和中東 包括台海、朝鮮半島 或者包括美國大選 會引發這個世界大戰危機 都要注意的,大家要注意 尤其是中東局勢的發展 每天都可能有巨大變化 大家真的看清楚了 有此為止 不明有目的 在陰影中 在陰影中 但是在陰影中 在陰影中 有些人 注意到 可以嗎 有嗎 我會想說